哈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学奥书举一反三一年级,我是你们的老师天哥老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叫做,炒算速算一,小朋友们我们也认识了20以内的数,也学会了20以内的加减法的运算,对不对,但是小朋友们知道吗,当我们在计算20以内的加减法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小窍门,当我们学会了这些小窍门以后,我们在计算20以内的加减法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小窍门。 计算20以内的加减法以后,就会简单,简便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更快地得到计算结果。 那接下来就和老师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课前热身时间吧,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凑识歌,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念一念。 小朋友们,这一首歌里面为什么1919是好朋友2828手拉手,这一首歌叫做臭识歌呢? 是因为呀,我们发现191928283737464655,它们分别相加都等于几呢? 都是等于10的,对不对? 1加9等于10,2加8等于10,3加7等于10,4加6等于10,5加5等于10,所以我们就说,1和9是好朋友,2和8是好朋友,3和7是好朋友,4和6是好朋友,5和5是好朋友。 那它们都是可以凑成真实的,所以我们掌握了1928374655,它们分别生好朋友以后啊,就当初我们在计算中,很快地找到答案是10了,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会学习到哪些内容? 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知识站牌时间。 在今天这节课呢,我们会学习凑识法去计算一个算式。 同样我们也会学习,破识法来计算一个减法算式。 同样我们还会学习,改变运算顺序,使得算式更加的灵活和简便去进行巧算。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王牌立题1,首先一起来记一下这两个算式。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思考的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那第一个呢,9加6等于多少?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看到9是不是想到了他的好朋友1呀? 因为1加9等于10,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9就想到他的好朋友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9凑10呢? 所以我们可以将6分成1和5,用9先加上1等于10,然后再用10加上剩余的5,对不对? 等于多少?等于15。 所以小朋友们,所以小朋友们,其实第一个算式呢,我们是将9加上,将6分成了1和5,然后1919好朋友,看到1想到9,看到9想到1,因为他们俩可以凑10,对不对? 所以9加1等于10,10加5就等于15。 那同样我们用这样的方法一起来看一下,4加8等于多少呢? 小朋友们,我们看到8是不是想到他的好朋友2828真亲密,对不对? 那看到8想到8想到他的好朋友2,可以将这个小数4呢? 分成2和2,用2先加上8凑10,然后再用剩余的一个2加上10等于12,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我们得到结果是12,那4加8,我们是将4分成了2加2, 然后再加8等于12。 小朋友们会做这类简单的净位加法的题目了吗? 对啦,我们在解决这类净位加法的算式题的时候,我们是用了凑10法,看大数,拆小数。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这一道,是1反3的题目,看小朋友们会不会做这类题目了。 请在括号里填上得数,那题目中给了我们12345678。 加到简单的计算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结果都是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5加9,告诉老师,等于多少? 等于14,对不对?为什么呢? 对啊,我们看到9就想到他的好朋友1,那1的话,我们就可以将5分成4和1,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是用5分成4加1加9,所以等于14。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道题目。 8加4等于多少?小朋友们,等于12,对不对?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大数7,它的好朋友是3,所以我们将5分成2和3,对不对? 3和7可以凑10,剩下的2加10就是1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7加7等于多少? 对啊,等于14。 告诉老师,你们是怎么想的? 对啊,我们将7分成。 看到7,想到他的好朋友是3,那3加几等于7,3加4还剩4,对不对? 所以7和3可以凑10,那凑成的10再加上生余的4等于14。 那接下来6加5,对啊,看到6想到4,那5可以分成4和1,所以6加4等于10,10加1等于11。 小朋友们,告诉老师,9加4等于13,对不对? 因为看大数拆小数。 那接下来9加9呢? 18,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9可以分成1和8,那9加1凑10了嘛,10加8,18。 那3加8等于多少? 等于11。 小朋友们的答案和老师是一样的吗? 聪明。 那这8道计算题呢,我们用凑10法就解答完成。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王牌立体2。 小朋友们,立体2呢是需要我们解答两套道减法计算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第一个14-9等于多少? 14-9是一个退位减法题目,对不对?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个位相减不够减,4-9够减嘛? 不减的呢,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要从10位借一个10过来,对不对? 所以十位上借一个十过来 用借过来的十呢 减去九等于多少 等于九的好朋友 一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是将十四分成了 个位上的四和十位上的十 那用十减去九得到九的好朋友 一 然后再用被减数个位上的四 直接和一相加等于多少 等于五 所以小朋友们有一个小敲门 当我们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直接 我们看到九 想到他的好朋友 一 因为一九一九好朋友 一加九等于十 那十减九就等于一 所以这里呢 我们想到他的好朋友一 那我们就用一和被减数上 个位的数字直接相加 就等于最后的结果等于五 所以这里我们用了破十法来计算 当十几减几个位不够减的时候 就用十减去减数 那十减去减数 我们想到他的好朋友 对不对 十减去减数就等于减数的好朋友 那剩下的数呢 就和个位上的数相加就可以了 那剩下的数呢 就是减数的好朋友 和被减数个位上的数相加 就等于最后的结果 那小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 十三减八等于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 十三减八同样也是一道退位减法题 三八不够减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 对啦 我们看到八想到他的好朋友是二 所以这里呢 我们直接用三加二等于五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将十三分成了三和十 那十减八是不是就是八的好朋友二啊 因为二八二八 真亲密或者手拉手 二和八是好朋友 所以十减八直接可以得到答案是二 所以用被减数个位上的三和八的好朋友 二相加就得到最后的结果等于五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反三这道题目 在括号里填上合适的数 那题目中一共给了我们八个算式 需要我们将括号中的部分填写出来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第一个 十二减六等于二加多少等于多少 那这就是需要我们将我们的思考的过程仪写出来 那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填的呢 十二减六等于二加多少 对啦 是二加四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这是一个退位减法的题目 所以各位相减不够减的时候 我们要从十位上借一个十过来 所以这里我们是将十二分成了二和十 用十先减去减数六 因为六的好朋友就是四 十减六就等于六的好朋友四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六就想到四 再用四和二相加就等于六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用的是破十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这道题目 十七减等于七加多少 对啦 退位减法我们看到八 我们就想到八的好朋友是二 再用二和被减数个位上的七相加 就等于最后的结果等于九 那小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目 十五减九等于五加多少 对啦 是加九的好朋友一对不对 所以五加一等于六聪明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十六减九等于多少 六加 同样我们看到九 我们想到他的好朋友是一 所以是六加一等于七 小朋友们这个一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将十六分成了 六和十 用十先减九 那十减九呢 我们是不是想到一九一九好朋友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口算得到结果 一秒得到结果 那这里呢我们就是用 十减九的差 就是九的好朋友 加上被减数上个位上的数字六 就可以直接得到这个十字的数息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十四减七等于四加多少 是不是被减数个位上的数字 加上减数的好朋友 三等于多少 等于七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十二减七等于二加减数的好朋友 看到七想到三对不对 所以二加三等于五聪明 下面一个告诉老师你们答案是 十一减五等于一加五等于六聪明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十五减八等于五加 八的好朋友是不是等于二 所以五加二等于七 所以这里呢我们就通过破十法 因为我们是从个位不够减的时候 就从十位借了一个十过来 用十位借来的十呢 减去减数 那十减去减数就是减数的好朋友 对不对 那十减去减数就是减数的好朋友 用减数的好朋友 再和被减数上个位上的数字相加 就能得到最后的答案了 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一点之后 就可以帮我们简便的计算 二十以内的退位减法题目了